hello大家好我是超人 今天大家看到了 又在了一个冰雪的一个世界里了 今天我们在哈尔滨来试驾这款高河的这个FY 之前我的同事小杨同志 他已经对这辆车的一个静态外观 内饰还有一个就是城市的路跑 已经都去做了一个详细的测评 大家如果对这款车的一个详细的一个认知的话 给大家看看那个视频 但是今天我们来这儿 那就肯定不是说简单的说外观那事了 那肯定是把这款车开到咱们的打冰面上 看看他在一个这么一个极限状态 大家看一下 这地上完全是属于我感觉到零摩擦的感觉 去看看这款FY它的一个性能表现行不行 因为这种冰雪的这种地面相对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极限了 那咱们废话不多说 先体验它的项目 走 咱们现在在这个场地上先体验第一个颗目 就是现在前方左侧和右侧的附着力是不一样的 一边是雪一边是冰 那现在你看我现在平稳的 咱们走过这个 大家看到了刚才我这么比较平稳的过来了 因为它相当于两侧左侧右侧的这个轮子的附着力是不一样的 但是通过它的车身本身自身的一个底盘的调整 能让两边的这个 车轮保着一个平稳 辅助我能完成的通过这个冰表 然后咱们现在来到第二个点就是这个小的海洛湾 这个项目对它来说还是很小小case 来第三个项目 前面是这种边坡路 那咱们就看一眼它的整个这个CGC的这个可变阻尼的这个减减器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底盘的一个集成控制 看看咱们过这种不平路面的一个状态 看看了啊 它是分别左右不同的这个减速带 但是车辆整体的平稳性还是不错 哎 下面这是一个U型弯啊 咱们速度加快一点 哎 正继在30左右过 哎 我挺好跟大家说啊 就是咱们过这种U型弯 我速度在30左右的话 那在冰面上过这个U型弯 它的后裸人并没有说像其他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就甩出去了 对吧 那个也没有发生失控的状态 而是它比较好的稳稳的能 辅助你让你平稳过这个U型弯 这个让你在驾驶方面的感受来说 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重点还是因为在于 它的整个的一个底盘的一个集成控制 这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加上CEC 咱们现在这个轮胎呢 换成也是换成了雪地胎 所以说对这个在冰面的附着力 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要是平常的咱们常用的这种 路面的轮胎 估计在这方面可能就会比较滑了 好了 那咱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 就是一个S弯 那我速度呢 稍微提一点 咱们看看它过这个S弯的时候 车辆的一个测轻的一个表现如何 感觉到了吗 就是车辆整体 有一个即将小失控的那种状态的时候 车辆已经把你又拽回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 你作为一个驾驶员 很直观的一个感受 那咱们现在进入下一个环节 就是大小圆 咱们先看大圆 其实进入大圆的话 它的这个速度可以稍微挺快一点 有点这个即将失控的感觉 但是它还好能替你把这个车比较好的稳住 咱们画小圆 表现还是可以的 这个测试项目来说 我觉得HiFi的它的表现 比我的语期会更好一点 咱们来到最后一个项目了 就是来体验这个一个直角弯 那这个呢 就是它的转向半径很小 HiFi的它的是有全系标配的一个后轮主动转向 在低速的时候 它会进行一个前后轮是反向转 那在高速的时候 它是同向转弯的 最可贵的是什么 这种后轮转向的 一般只有在豪华车上会配备 在这个HiFi外上呢 它是全系标配 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而且大家看啊 这个小弯其实很难拿捏的 但是很顺势地过来了 其实对于这个高河的汽车啊 我是第一次接触啊 因为之前我是我同事去体验的 但是在这种冰面上比较极限的状态 那去体验这个车辆的 一个底盘的操控性 包括还有它的这个稳定性 给我感觉还是清爽的 那咱们这个项目就体验完了 咱们一会再去体验体验 它的这种高速上的一个架控表现 走 好了朋友们 咱们现在把这款车 刚才咱们是在那个小的这种场地的 情景化这种校场地式的啊 包括像什么指教弯什么的 然后现在咱们把这款车开到了一个稍对速度快一点的这种赛道 使用的是Typeby的顶配的这个双剑机的大马力的这个车型啊 600多牛米的这个参数 我觉得刚才我试了一下啊 就在起步的时候 因为我看前面的老师 他们起步的时候使的是运动模式 把片里关掉了 那简直一踩油门之后 这个车 就不是车了 感觉像造血机了 然后就刚才那个画面 我的天 所以呢 我一上来之后 我还是尽量按到咱们正常的驾驶模式 那我把它调到雪地模式 哎 千里我不去观点啊 然后呢 让他能感知到我现在即将是跑在冰面上 那在这种路面上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克服这个摩擦力 那这款车刚才我们看的是 换的是丁台啊 增大这个对冰面的一个抓地力 第二个呢 就是整个底盘的这种整体的控制性 包括像他的这个Brambo刹车 刹车非常棒 还有一个刚才说到这个底盘的集成控制啊 就是他作为一个大脑 能感知到所有你要跑在这个路面的同时 替你辅助 把车辆所有参数调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数值 去替你控制 包括像这个车轮的一个制动力分配啊 扭力分配啊 包括打方向的时候车辆的侧倾 都替你进行一个辅助 这款Hi-Fi在我感受过过程中啊 因为我是之前开过别的电车 其实不是很舒服 我对电车的这个不太感冒啊 但是他的这个感受 因为一直在说 这个高和的车的操控性 它是比较好的 然后这次我试的是 体验感确实不错 好了 那我再去开两圈感受感受 然后一会儿呢 咱们把这个车去停好 咱们在最后做一个精彩的一个展示 同时再做个整天 好了 经过上午的两个不同的这种体验 一个是低速的各种的一个小的颠簸路啊 这种S弯啊 包括它的这个小半径转弯 还有一个就是高速的这种赛道上的一个体验 那其实这款Hi-Fi给我的感受啊 就是整体的性能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我们今天去试驾的这款车的 它的配置啊 是它的顶配车型 就是那款765公里的四驱双电机的那个版本啊 动力肯定是没问题的 371千瓦620牛米 它的零板是4.7秒 就是说带着它这种拥有比较强悍的动力的情况下 我的操控是不是好 那今天的这个冰选路面 其实就是给来一个很好答案了 操控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它主要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在刚才整体的操控中能很好的体验 也就是刚才我说了啊 它的CGC对吧 是一个可变阻尼 还有一个是它的主动后轮转向 这个是全系标配 这个特别难得啊 虽然我们今天拿的是顶配车型 但实际上它四款车型 包括长续航和普通的两个版本 都是带着一个后轮主动转向的 因为这个作为这款车啊 它是一个中大型的SUV 那它将近这个三米的轴距 在刚才这种直角弯里啊 其实像模拟 是咱们日常中 比如说这种小胡同里 那这么大一个车 我进这种小弯 很轻松的拿捏 就能拐过来 这跟它带后轮主动转向 是必不可分的 除此之外呢 就是在高速上 它的这个底盘的集成控制 因为包括它像带这个CDC啊 包括其他的 比如说布莱布卡钱 包括其他的这个比较好的动力 那左右这个制动力分配 这种车各种的性呢 那我需要一个很好大脑来分配 包括去控制这个车身 它其实说白了啊 作为我来说 我一般就不爱说太专业的词 其实就是它这么多功能 包括像这种专门的这种底盘的 这种集成控制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让一个 不管你是新手还是老司机 在不同的像冰雪路面也好 咱们正常的这种城市也好 高速也好 它都能给你一个很好的辅助你 去把这辆车平稳的放在路面上 这就是我一天作为开这款 Hi-Fi-Fi 它的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啊 我在说这个动态说完了 再说两个静态让我很 觉得印象深刻的点 这个是真的很奇形的 就是如果说要是我自己买的话 我肯定也会买这么一款 带这种展翼门了 对吧 可能坐后座不是一个我的常态 因为毕竟买这款车 还是更适合小两口啊 这个带女朋友去两人乘坐 因为后座相对来说 以我身高189 我坐在这个后座的腿部空间 其实不很宽裕 但是这个展翼门确实是让一般的人 尤其当你带上你的女朋友 要走在这个闹市区的时候 啪一开这门 确实会引起很多人的这种围观 这个还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一个点就是 其实这种电动车 咱们开的很多啊 包括其实我也是试驾过别的车型 但是呢 中控屏是带这种抚养调节的 还真是挺少的 咱们上车上再跟大家简单说两句吧 外边确实太冷了 我跟大家在车里的 就是说一下我坐在车上的 一个很直观的感受啊 就是刚才我说了 它的中控屏啊 就是大小我不说啊 因为这种作为怎么说呢 电车啊 这种大屏有比它还大的 但是呢 它这个中间这个中控屏呢 就比如说我整张开车 因为它很大 然后呢 有的时候会反光 对吧 那它设计特别贴心在哪 你看啊 我可以调节 你看 它有调节角度 这个是你觉得很难得的 比如说我这个角度反光 那我可以往低点后 往高点跳 让我开起来的话呢 看着是很舒服的 而且其实这款车 刚才我在开的过程中啊 我其实不怎么看屏幕 一个仪表 为什么 因为它前面的这个 就是HUD啊 投射的东西很满善 我基本上就看前面就OK了 能让你很 把所有的专注力都集中在 我的最前方 这是非常安全的 还有一个就是 它这车上的这些上头啊 其实这车的上头太多 就说明它的这种自动驾驶啊 包括其他的 包括主动避障啊 左右开门的时候 号码有行人 这东西都不用你去考虑 开这款车 你只需要专注于驾驶 包括去享受它的这个乐趣 就可以了 我怎么觉得这款车 其实我还是更想做后座呢 因为我可以开我的这个展翼门 对吧 包括我身边的有一个 朋友也买这车了 就是冲了展翼门买的 它的价格呢 其实只有 最低价 你都来到了三十多万 这个其实还挺有冲击力的 你说呢 行吧 那咱们今天呢 去体验这款 还分外 那就到这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 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那最后呢 我再开这款车 再去赛道上 再去爽两圈 走了 我们 sob时